我希望贵州能成为全世界维生素C 而且是天然维生素C的供应基地 目前没错 全世界的维生素C的供应基地在中国 但是天然维生素C的供应不在中国 天然维生素C能够供应给中国 全人类也只有贵州能够实现 我是于言尊 我来自台湾新竹 那么来到贵州之前 我是台湾宜兰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的一个教授 那么主要的研究工作 还是在农产加工以及保健食品这个领域 2015年我是放下了在台湾的教职 来到贵州来发展 那么是想助力贵州的这个次黎这个产业 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一次接触次黎就是在2009年台北国际食品展 这个展会里面它展出了一个大的海报 上面写着次黎是三王之国 维西之王 维P之王 SOD之王 看到这个东西很讶异 贵州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果实 也怀疑这是我在台湾对次黎的第一印象 那么正凑巧我隔月有一个云南的国际研讨会 那我在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就到了贵州 到这边也是惊讶 为什么次黎在这边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果实 而且是原生地 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得很好 这也让我惊讶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这边坐的人不少 只是说他们在跟产业有一点脱钩 就是说科技要为产业服务这一块 好像有一点距离感 来到这边呢 我也不断地去呼吁 我们学术界跟产业界这两条腿 要走好 最主要就是透过科技的研究 替这个产业赋能 那么就一产的部分 现在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同质化的品种 过度在这个大面积栽培 而忽略掉一些优秀的一些品系 这个部分事实上在我们做科研上面 已经很理解某些品系 适合某些产品来开发 我们是正在呼吁能够专项专重 还有我们正在攻克的 如何做机械化的采收 跟果实的这个成熟度的分析 如何用原果做分析之后 来多面向的辐射到各种产业上面 现在目前我们正在攻克 就是利用光电选别的技术 把这个果实成熟度 做一个区分 因为次第的果实成熟度不同 它的香气 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过去都一直混在一起 通通拿去榨值 而没有凸显出农民好的管护 大的鲜果跟小的鲜果的这个价值 使得一些农民在种植上面 它哪怕是管护得很好 它还是一样 它的价值没被凸显出来 请大家注意一下 松土可以在里面松 但是它的那个 这个施肥的这个位置可以开 从最早我们呼吁要种植次第 依托的是贵州在做这个石墨化治理啊 推更还林啊 实际上引入很多的物种 那时候我们次第也想要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占有一行之地 但是这还是有两难的地方哦 我是看到农民 从事这个次第的种植 没有办法得到刺理的好的经济收益 当然就是他们的痛 所以我把这个痛 说成是刺理的刺 对他们的刺痛 所以后面我去呼吁他们种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有什么好种的 贵州野生资源这么多 过去我们也不是没有种过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过去因为你要做成国富 大概卖不出好的价钱哦 假如说你只要转成这个医药类 药庄类 他就能够大幅地改变 你对他的这个次第的认知嘛 我就是这样说 我把我们从台湾 把世界上面 他们这个就以次第里面 有些成分提取出来的价格 跟他们说之后 他们就理解了 也就是这样的理解 现在农民才很乐意地 跟我们一起种 前面种植起来之后 后面就是如何把次第正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 包括保健 药庄 基础原料这一块 我们现在林林总统加起来 应该有七八十种吧 主要还是偏降于保健食品 美妆产品 药庄产品 组建了这些研究团队 事实上也申请了这样子进百项的专利 我平常时在这边 从早到晚 早上八点到这边 晚上十一点离开 基本当中都是这样 大家说 回顾我2009年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还是 头发还是黑的 看起来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到现在你看 几乎 头发全部都白了 有很大的转变 但是 为了这个工作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想科技工作者 其实最大的这个愿望 就是说能够在把自己所学 能够贡献回馈社会 可以说这个使命支撑着我 要不停地工作 所以累嘛 其实也还好 其实更多的是动的脑筋 所以我也希望号召更多的 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能够把这么好的物种 继续发挥下去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期待